大家知道5月11號是國際省文城日嗎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台東試駕全新的CX90 那傳統的7M座休旅車 大家對它的既定印象就是造型方正 然後但是就是空間大 然後操控表現可能會做一些取捨 比較舒適取向 但是在CX90上面 其實我剛剛已經開過這台車子了 我覺得我目前對它來講印象非常好 我還蠻喜歡這樣一個設定 那我們從細節來看 車頭的造型它一樣是承襲了新世代CX家族的外觀設計的氛圍 包含它的水箱護罩是直列式的設計 然後在外框也有這種所謂的魂東之翼的水箱護罩造型 它的燈組方面是LED的大燈 包含日行燈也是 但是我覺得在CX90上面 和其他車廠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車子通常頭燈的面積做得非常大 但是你會發現CX90它的大燈組的面積 稍微是比較精巧一點 但是包含方向燈的一個設計 是含在這個魂東之翼裡面 而且它有這種類似呼吸燈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你這個方向燈在閃爍的時候 其實它的感覺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在燈組的部分呢 它也加入了ALH的一個主動靜遠光燈的一個調整功能 同時它也有行人偵測的一個效果 當它發現前方有行人的時候 它甚至會用燈光去把這個行人highlight起來 告訴駕駛要注意喔 除此之外在整個前保桿的兩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倒風孔的一個設定 為了帶來更好的一個空氣力學效果 那整體搭配起來 我覺得在CX90它的第一眼的車頭印象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為了讓Mazda這個品牌 邁向更高級化的一個定位 我覺得CX90它的車側的一些玄機 甚至要比車頭來的更多一些 首先在車長部分是已經達到5米1的程度 這是為了容納7人座的一個設定 那在車身長度加長的狀況之下 其實和60相比 它的長度是增加了大概36公分 軸距的部分已經達到了3米左右 是增加了25公分的一個程度 所以它的車內空間表現其實是會更好一些 那在車頭部分你會發現 其實它的車頭比例是偏長一點點的 這是為了容納新世代的一個直六渦輪增壓引擎 所做出一個設定 但除了車頭偏長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的車頭採用是長車頭短前旋的一個設計 所以在前面這一段呢是稍微薄一點點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主要是為了帶來更好的一個操控表現 然後這也是為了一個比較高級化的訴求去做出的一個設計 同時呢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造型 甚至也有一點點GT跑車的味道 雖然它是一個休旅車的車款 那在前面的葉子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道鍍鉻式條 上面寫的是Inline 6 就代表它所搭載的是它們非常自豪的直六渦輪增壓引擎 那在輪拱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與車身同色的設計 另外一點我們今天的試駕車 它採用的是降運紅的一個設計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內斂一點 然後比較深的紅色 輪圈組的部分呢 它搭配的是21吋的鋁圈 而且是一個雙色的切削造型 有金屬的感覺 然後也有黑色的一個亮光烤漆 在配胎的部分呢 是275、45、21 其實是比較薄的扁平比的配胎 但是我覺得就實際駕馭的感受來講 舒適度表現是有的 那運動性其實也有顧及到 這樣的一個設定 我覺得目前來講是很OK的 那其餘在一些細節的點綴 包含它的車頂架 有金屬的一個感覺 那在外框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鍍鉻式條的點綴 甚至在最下端這個地方 也有一些鍍鉻式條的點綴 所以它讓整體的車色看起來 並不會太過於單調 然後也能夠符合 所謂的這個高級化的一個訴求 這部分的線條其實也是滿流暢的 後擋風玻璃是用比較傾斜的方式 來做為呈現 但是你會發現過了玻璃之後呢 玻璃的下緣 接下來是一個比較垂直的線條 那後方的視覺重點 還是會落在左右兩側的尾燈組 那尾燈組的部分你會覺得它的造型呢 其實也是比較精巧一點 並沒有非常的張揚 然後很巨大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它是比較細緻 然後比較精緻的感受 那左右兩邊呢有一些名牌 左手邊是CX90 那上面有寫AWD的字樣 代表它有全時的四輪傳動系統 那在右手邊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有E-SKY-ACTIVE-G 還有這個所謂的輕油電 然後無論怎樣動力的一個技術在裡面 靠近下部分這個地方 後保桿呢 它在最下端有一些鍍鉻飾條 讓它比較有高級化的感受 但是呢 排氣尾管呢 從正常角度是看不到 然後它也沒有做出任何的尾飾管 接下來看到行李箱的空間表現部分 首先它有電動開啟的後尾門 那我們剛剛講到CX90它是一個三排七人座的設定 所以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可以坐七個人的時候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包含下部分有一些置物的一些格槽 然後可以放一些比較濕的物品在這邊 它是一個比較防水的一個材質 當然啦 如果你有更進階的一個債務需求 其實你把第三排倒下 你會發現其實倒下的過程都相當流暢 然後很省力 它這個拉柄拉下去呢 基本上它的頭枕會先倒下來 你可以順順的把它往前推 其實呢 如果你需要最大空間的時候 如果你把第二排也倒下來 可以最大創造出2025公升的一個空間容積表現 要裝載長型物品或大型物品 其實都是相當夠用的 大家常說馬自達是內裝的魔術師 就是它的內裝質感是很棒的 在CX90上面 我覺得它的優點也有被承襲下來 包含中控台的上半部是軟質塑膠 但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中間這個區段 它用了一個類似皮質的材質 加上一個比較柔軟的觸感 有點像是高級沙發的感覺 它的膚觸的感覺是相當不錯 然後再加上一些縫線的點綴 整體的車內質感其實都是相當優異的 現在的車型常常強調說要有大螢幕 那CX90也不例外 儀表板的部分是12.3吋 中央也有一個12.3吋的儀表 這組儀表它並不是透過觸控的方式來做操縱 而是透過中央這個轉盤和旋鈕來操縱它 那原商表示說這樣的一個設定主要是為了帶來更安全的操縱表現 那當然這套系統也可以去使用 包括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這些功能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車輛的設定 那360度的環景影像輔助功能也可以透過這組螢幕來做顯示 那這套系統也結合包含大家很津津樂道的BOSE音響系統 可以帶來更不錯的一個聆聽效果 很特別的是這次在部分高階車型上面 它也加入了人臉辨識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一個小小的攝影機在左手邊 這樣的功能其實是為了要辨識車上的一個使用者 那可以依照你的身形去調整你的包含坐姿 或者是一些細節包含冷氣風量的一個設定 另外一點就是它有這個攝影鏡頭之後可以去加強 這個駕駛注意力輔助系統這個功能 當它發現你的精神不計 或者是開車沒有專線的時候 它也可以提供你這個適時的一個警示 除此之外呢 原廠這次也強調它的包含保留了更多的一個實體按鍵 因為我們曉得現在有了大音音之後 很多車廠就逐漸把這個按鍵做取消 但是在CX90車上我們會發現包含冷氣的一些按鍵 甚至是後排的一個冷氣的操縱的方式 都顯示在中間這個區段 那排檔桿呢是現傳的方式來做呈現 但是它也有做出一個實體的排檔桿 所以你在抓握它的時候呢並不會覺得很空虛 那前方呢也是模式的調整 後方有一些抖擴緩降 然後環景影像輔助的功能 另外左手邊呢是電子式的手煞車 還有AUTO HOLD的功能 在雙前座椅部分也是維持Mazda一貫的這種豪華的水準 那它有做出一些胡蝶翼的造型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太過於緊繃 然後很Hardcore的感覺 一樣是保有一定程度一個舒適度表現 進到CX90的第二排其實空間還滿大的 而且我發現它的這個座椅呢 它包含椅背的調整角度 還有這個前後的滑椅程度 其實靈活性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目前前方是我正常的坐姿 我的膝部空間兩個拳頭以上的距離 那頭部空間稍微比較接近一點 但是完全沒有頂到 頭髮甚至也沒有摸到上半部 那它也可以透過這個全景式的一個天窗 雖然中間有個坎 但是我覺得這樣一個天窗的搭配 讓它整個車內的通透感受其實是更好的 至於一些細節方面 你可以看到一台高級車所具備的要素 其實CX90盡可能提供給你 不然它有後排的遮陽簾 其實這樣就有稍微更好一點影子性 還有那種遮陽效果 那在中央呢 它有這個第二區的一個空調系統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螢幕呢 來操縱它的一個風量 它的冷度 那中間呢 它的凸起面積其實還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並沒有真的到太凸 接受程度其實也是還OK的 那既然是七人座的車型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第三排空間機能到底如何 我們常常講說就是七人座第三排 往往是備而不用 就是短途行駛還可以 但是呢 我們今天的這個CX90 它的車場已經達到5米1 那軸距呢也很充沛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它的第三排到底夠不夠用 我們今天找來身材非常好的男子 我們一起來上車 體驗一下它的第三排到底如何 好首先呢 這位選手先展示 它的這個座椅的靈活機能 向前推相當輕鬆 一派輕鬆的上車 完全沒有任何的阻礙 直接進到了第三排 好現在第二排呢 左手邊這個地方其實是推到最後面的 然後座椅也相當傾斜 好這位選手你表示一下 目前的空間感受到底如何 我覺得腿現在是被夾住了 但是比起很多車 第二排退到最後面 它會完全貼住第三排的情況 CS90 其實還是可以放腳啦 但就是可能半個小時之後 你的血液會不循環的 但其實我們要知道 其實第二排是有調整的空間 對 所以我們把它 因為我們剛剛目前導致 往前推一點 對對對 欸很大耶 好 好 我要上車我要上車 這其實 欸 我上來是OK 因為我常常做一些比較 身形沒有那麼大的第三排 光是進來的時候 我的背就會撞到 上面的坎 其實我目前進來是比較沒有阻礙的 那可以看到一下 目前Marco哥調整的這個空間 其實就我來用的話 其實也都還有 超過一個拳頭的距離 對 我覺得雖然馬自達說這台車是正七人做 但 坦白講我覺得以第三排表現來看 我覺得它也是比較偏向5加2的形式 只是說它在5加2裡面算是最距的那一種 已經很寬裕了 對 接近正七人做了 而且不管是縱向或是橫向的空間 像我們兩個基本上坐正的時候 並沒有真的是那種摩肩擦腫的感覺 對 我覺得它第三排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左右寬度很夠 所以其實坐在裡面是 以我們這種 絕對可以被稱作是成年男子的型態來說 其實是充裕的 不管是生理或是心智商來講 都是成年男子 所以這個空間我認為 你覺得你有辦法從台北這樣做到高雄嗎 以這樣的狀況其實我覺得還OK 對 而且它還有出風口 然後兩個置杯架 然後它還有Type-C 而且椅背的這個角度也不會太直 是有一點點斜度 是一個可以生存的空間 真的要說就是這個大腿懸孔 但我覺得這個是很多 第三排這個是 很多三排座的通病啦 對啊 就是它沒辦法嘛 畢竟是休旅車底牌比較高 好我們謝謝Marco選手喔 謝謝 好我們現在試駕的是全新的CX90 這台車搭載是新世代的重置後輪驅動平台 那在引擎的部分呢 是3.3升的16波輪三排引擎 馬力部分呢 台灣引進的是高輸出版本 是345匹的最大馬力 扭力部分有51公斤米 其實是蠻強勁的一個動力輸出表現 那變速箱搭配的是8速的手勢牌變速箱 那這組變速箱呢 是由馬斯達自己開發 它把這個扭力轉換器呢 用多片式的離合器來取代它 所以呢 它在整個進退檔的一個直接程度 其實是更好的 換句話說 這台車的運動表現呢 其實是會有明顯的一個提升 那麼實際開到這台車 其實之前我們已經開過同樣的Layout 在60上面 但是60給我們的感覺是比較豪華 比較舒適一點 但是在90上面 這台七人座的休旅車 竟然提供給我的感覺是 更激進的一個駕駛感受喔 這在動力上的一個輸出 也是高輸出版本 300多匹的一個馬力 目前馬斯達四壽 四壽動力來講 它是最高的一個 最強的一個動力喔 而且呢 當你在重踩油門 當你使用這個Sport模式的情況之下 有這種泄壓的聲音 會讓你整個駕馭的感受 是非常的熱血喔 也就是說光是這組引擎的動力輸出反應來講 我覺得就比60來講 要來的熱血更多 這是一台七人座的休旅車 它竟然是這樣的調教 這讓人非常的意外 那當然對於操控表現來講 馬斯達當然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不然它採用之前 雙A貝厚多連桿的一個設定喔 那所帶來的效果就是 我在轉向的一個 直接的程度 還有轉向的指向性來講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喔 過往我們再開到一些 比較大型的七人座休旅車 它所給予你的調教情況 就是比較豪華 比較慵懶一點的感覺 但是在 CX90車上 我所感受到的 其實車身尺碼 雖然超過5米喔 但是實際開起來的感覺 是比較小 比較輕巧 比較緊湊的感覺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動力調教 會讓你覺得 開起來是非常的輕快 再來就是它的指向性精準 所以呢 你在轉向的時候 是更加有興趣 同時呢 也因為它採用這個 後輪驅動的平台 所以呢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 後輪驅動的一個設定 這讓前軸的一個 再轉向的一個負擔呢 獲得了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分散 所以呢 它的包含回轉半徑呢 也可以盡可能稍微縮小一點 不過也因為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 運動化的一個設定 所以它在整個 避震器的一個反應上來講 我覺得要比 其他品牌的一些豪華修律 要來的更加的運動 更加的硬朗一點 那尤其在低速 當你壓過一些坑洞的時候 像現在 其實它目前 壓過坑洞之後 它的一個 硬朗的程度 是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當你速度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所給予你的舒適程度 還是有的 為了強調更豪華的舒適度表現 所以 SIG90它的新品牌 也強調採用更高強度的鋼材 那對應到超風表現 就是會有更好的 有車燈剛性 同時呢 它的 車內的隔音品質 也做到一個還不錯的程度 尤其我覺得 包含在整個 體盤的隔音表現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那雖然它的配台是 275 45 21這樣的一個規格 照理來講 其實 比較寬 然後比較扁平比的一個配台 對於舒適啊 或是寧靜度來講 是比較 比較難以去做到全面的程度 但是以目前開車的狀況上來講 我覺得 一般市區道路 這樣的一個隔音表現 其實還算是蠻OK的 所以我覺得它一方面 兼顧到了舒適度的表現 同時 當你需要運動操控的時候 它也可以提供給你 那剛剛我們在山路上 稍微開快一點 會覺得這套動力系統 加上這套底盤 所給予你的 直接程度真的是非常好 靈活性也不錯 那同時呢 當你在山路行駛的時候 它的穩定度 循跡信息也都有做到 很難想像 這樣一台七人座休旅車 可以讓你 有點 玩得有點盡興 這是我一開始沒有料想到的一個狀況 真理來說 我覺得 CX90 它這樣的一個 七人座的一個設定 所要提供給你的 就是包含 更運動化的一個操控感受 那同時也希望 藉由這樣的一個新平台 讓這台車的一個 豪華度 或者是整體品牌的高級度 可以獲得更進度的提升 目前我們售價還不小的 但是呢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規格 或是這樣的一個 駕馭體感上來講 其實我覺得它主打的是一個CP值 或許它的價格 也不用拉到像 歐系進口品牌 那麼高的一個程度 就可以享有很舒適 很豪華 運動性操控表現不錯 然後安全性表現 也不錯的一個 七人座修飲車 我覺得這會是CX90 它非常具有亮點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今天介紹 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拜拜 車台的名家 購車攻略 車友名調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晃進線LINE好友 還有汽車周邊 讓你帶回家 LINE